大家好,我是二魔人 今天為大家介紹我是Halo Kitty M106S夏亞紅薩克 故事要從去年開始說起 因為去年是鋼彈40周年,Halo Kitty 45周年 因此有了一系列的合作跟宣傳活動 包含今年2月的時候就曾經推出過Halo Kitty版的鋼彈 這一次則延續到了薩克 包含這次介紹了紅薩克 紅色油角三倍數 以及還有綠薩克 不過這次我去模型店的時候 剛好綠薩克居然缺貨 所以我就先介紹紅薩克 好,那這一次你可以看到 Halo Kitty的部分跟之前完全是一樣的模子 包含框架的設計非常有趣 多色成型 而且一個是Halo Kitty頭的輪廓 一個則是蝴蝶結 同時它使用的是SD-CS版的紅薩克的新的模具 因此跟Halo Kitty鋼彈用SD-EX比起來 它的算是等級比較高一點點 好,打開第一片看到的是SD骨架 這比較小的SD骨架 那裡面它也有附了一些古色的貼紙 另外這個眼罩部分 它附了一個這樣的透明件 然後它的Halo Kitty頭的安全帽 還有這個就是本來SD-CS的薩克的補架 還有這剛才一開始提到的 這是多色成型件的貓頭 以及它的蝴蝶結 那同時這個SD-CS的這個夏亞薩克 這個板件也是我們之前介紹過 好,看到說明書的部分呢 那當然它就是有所有的組裝過程 以及它一些簡單的介紹 還有一些它的塗色的說明等等 好,那我們就直接把它組裝起來吧 全部組裝起來的內容物就像這樣 包含Halo Kitty本人 SD-CS的夏亞宏薩克 以及它的武器配件 包含火箭筒、電熱斧 以及換裝用的安全帽 還有它的連接件 像脖子連接件、兩個肩膀連接件等等 那這裡我們看一下它的尺寸 頭頂高大概8.5公分左右 那當然這個薩克的部分會稍微高一點點 那同時它也可以換裝成 這個所謂的CS骨架 那整個尺寸會稍微拉長 而且可動度也會更加的提升 不過這個CS骨架的部分就需要另外購買 像這個部分我用了它的紅色專用的骨架 那你看整個配色上面 其實就會比像這個黑色的骨架來講 就更有一致性 那當然這個Halo Kitty本人 它跟之前鋼彈Halo Kitty的部分是完全一樣 那可動度上就很簡單 就像這樣 手臂它是一個簡單的球管 可以稍微拉出來 然後呢 拳頭的部分也可以旋轉 但是它的結構都算蠻簡單的 那比較有趣的設計 是腳的部分可以像這樣子 整個拉出來之後 可以往前變成這樣子 那就可以放在這邊像是坐著一樣 這是它的招牌知識之一 那唯一的小配件就是它的紅蘋果 那這邊我稍微有做了一點點無縫的處理 讓它整個看起來就會比較完整 那它身上的分色都分的算是很完整 包含它的這個黑色的鬍子 眼睛這些呢 全部都是完整的分件 那在分色分件上面算是做得非常非常的徹底 那基本上就是跟之前的這個HELLO KITTY鋼彈的部分是完全一樣 只是這次改了配色 那另外呢 這個夏雅薩克的部分呢 就跟SDCS版本是完全一樣 因為說的模子都一樣 但是呢 它跟之前的版本呢 成型色上面呢 有一點點稍微的差異就是呢 它整個的成型色就會整得晶晶亮亮 它是採用一個比較亮面的一個處理 那但是呢 這我有稍微打磨修飾了一下 所以稍微打磨之後呢 它當然就會變成這種消光 但是如果你不打磨的話 就會像這樣 整個就是很亮的一個成型色 尤其是它的武器的部分呢 特別明顯 看這個武器呢 感覺都會發亮一樣 這是它成型色上的差異 那最後呢 當然就是要換裝 那換裝的部分呢 首先呢 HELLO KITTY的部分 我只需要它的頭而已 因此呢 把它頭拔下來身體放一邊 那這個部分呢 如果你要換裝到 這個夏雅薩克的部分呢 你要把它頭上這個辮子的部分 不是辮子啊 它的蝴蝶結部分呢 先拿下來 然後呢 再用到這個夏雅薩克的身體 那接著呢 就把它的這個脖子替換件裝上來 因為如果不裝這個的話呢 它頭會整個卡住 完全動不了 但是即使如此呢 它還是會卡到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兩個結構呢 太近了 因此呢 它就附了像這樣的連結件 那它的差異在哪裡呢 差異在於說呢 它除了它原本這個結構之外呢 它又往外稍微拉伸出來 所以呢 你看到旁邊這增加了一小段的結構 讓它的這個肩膀的這個肩甲呢 比較不會卡 像這樣子 裝上去之後呢 它的位置就會往外移 那另外一邊也是如此 首先呢 先把這個拔下來 換上了它的替換件 這個也是一樣 往外延伸 那所以它這個盾牌的部分呢 就會比較靠外面 比較不會卡到 這是它換裝的方式 那全部都換完了之後呢 就可以把它的這個頭呢 裝上來 這樣子就換裝成了 HELLO KITTY的下雅薩克 那當然呢 最後再戴上它的這個安全帽 那戴上去之後呢 記得再把它的 這個蝴蝶結的部分呢 再把它裝回來 因為它也是頭上這邊 有設計一個這個凹槽 可以把這個蝴蝶結的部分呢 就完整的放在上面 那它當然它本來有貼紙 可以貼在中間 有一個紅色的眼睛 獨眼睛 但是我覺得貼在中間 還是有點怪啊 所以就不貼 那這邊 安全帽部分我稍微補色 就鬍子黑色的部分稍微補色之外呢 其它就是它原本的成型色 那成型色也是一樣 這種晶晶亮亮 那我因為我稍微做了一點無縫打磨 所以呢 這邊就會變得有一點點霧面 這個整個結構大概是這樣 好 那這個造型呢 其實還是有一點點 微妙啦 因為它的SD骨架的部分呢 它整個比較僵硬 這個可動度上面比較沒有什麼表現 所以這樣站著看起來就比較死板 那這時候你就可以換上另外一個 就是這個CS骨架的部分 那換裝的方式當然也很簡單 就是把它的主要這些零件呢 都保持著 那我只需要它的頭部 這個部分 以及呢剛才看到的這個肩膀 這兩個零件 把它換下來 所以直接把這個拔起來 直接換過來就可以了 好像這樣子 另外一邊也是如此 直接把這個拔掉 然後呢把它的肩膀 連它的盾牌一起移植過來 好 這樣就可以直接換上 這個CS骨架的部分 因為CS骨架它的可動度會比較靈活一些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整個肢體的表現 就不會像剛才SD骨架一樣 看起來比較死板 好 那所以呢它的動態上面呢 就會比較靈活一點點 最後還是簡單講一下結語 那星圓結衣老婆曾經說過 可愛是無敵的 那因此呢不用太在意它的什麼設定上面的合理性 那都不重要 重點就是說呢 它造型還是非常可愛 尤其是這一次呢 是結合了粉粉的Hello Kitty 跟這個紅色油角三倍數的夏亞紅薩克 那這個結合呢又更加的 比Hello Kitty鋼彈來講 我覺得又更加的理想 更加的有趣 那所以喜歡Hello Kitty 或者喜歡鋼彈的朋友呢 我覺得這一組也是必收 其他就沒什麼好說的啦